在海外叙叙多多的慈禧人同样 藉由在当地的佛誕日跟这个当地叙叙多多的仪式跟环境以及资源和结合在一起 那么共同的潜心御佛 那么叙叙多多志工呢 干脆的算准了时差先提前进行了御佛仪式 就是希望呢跟台湾能够同步进行 那么这项有意义的活动呢 在世界各地不管是在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跟日本呢 那么大家都进行的非常非常的开心 其中在美国的新泽西峰会 除了庆祝佛誕日慈禧人呢 也以御佛来欢庆他们成立12周年 恭敬的捧植鲜花口宋佛号 慈禧41周年也是美国新泽西峰会12周年 志工特别在禁思堂外举行御佛仪式 当地很多民众都一同来共襄圣举 驻纽约经文处处长夏立严先生也到场参加 这家人开了快两个小时的车 就是为了要来御佛 同样是在美国 达拉斯之会在庄严的御佛仪式后 每位民众都能从佛前领取一朵 充满祝福的康乃馨庆祝母亲节 满满一车的人都是特地从菲律宾马尼拉 来到园区参加御佛典礼的民众 从小朋友到老菩萨 还有各个佛教团体代表 人人潜心祈求天下平安 而在加拿大密西沙加联络处 志工们从一个月前就开始忙着游戚装潢场地 御佛时不止祈祷 看到努力的成果心中也充满喜悦 还有志工特地回台湾学习茶道 要在静态展中展现最好的成果 澳洲墨尔本的静态展现场 有一群越南籍妈妈来参观 有人因为想起父母而感伤 也有人虽然经济状况不好又患有癌症 却还是发愿要开始做志工 马来西亚吉隆坡 坐着轮椅的老菩萨 在志工细心解说与呵护下露出笑容 小朋友把竹筒里的爱心顺着竹管子汇集起来 竹筒还可以带回家继续做好事 这个行动不只好玩也可以帮助人 在马来西亚各地 包括马六甲 居卵 雅壁 麻坡 巴申 吉隆坡 还有新加坡 都在与否的同时举办竹筒回娘家的活动 将每日存下的点滴 可以继承助人的力量 烛光映照着竹筒 光芒就像回到家那样温暖 此地41周年回归出发心 邀请人人一同心存善念 买想下一个新年轮 大新闻综合报道